科研团队在月球深空探测领域取得的重大发现 该研究团队利用嫦娥四号侧月雷达 首次揭示了月球背面着陆区域 地下40米深度内的地质分层结构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了解撞击过程 对月表的改造等具有重要意义 侧月雷达好比是一台给月球做CT的设备 嫦娥四号探测器2019年初 在月球背面着陆后 玉图二号月球车上搭载的侧月雷达 基于前两个月昼期间 高频通道雷达所探测的数据 根据获得的物性参数和雷达图像 沿着月球车行走的106米的路径 在深度40米的范围内 识别出了三个不同次表层地层单元 第一层就是从月表到地下12米 是一个均匀的细腻的月长层 然后是从12米到24米 是可以看出就分布着大量的石块 然后这一层也是雷达波回波最强的一个部分 甚至形成了这种石块层 有三个碎石堆 第三层是从24米到40米 那么在雷达回波上可以看出它是明暗相间的 那么里面有细腻物质 也有这种分散的这种石块 发现这种建设物有很多层 每一层还不一样 可能就是说这个地方 接受了很多次撞击 抛过来的东西 说明这个过去的撞击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是经常月球的表面 经常被别的小天体会被它砸 砸好物体就抛射到这个风卡门的撞击坑的底部 正好这个就记录了月球历史上 它撞击的一个过程 研究团队介绍 这项研究工作通过嫦娥四号测跃雷达的直接就位测量 首次揭示了月球背面地下结构的神秘面纱 极大的提高了人类对月球撞击和火山活动历史的理解 并为月球背面的地质演化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长四号月球车已经走了三百多米 我们希望能够走出这个抛射物的覆盖的地区 要是能够走到一个玄武岩的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会更好的去认识它这个撞击的抛射物的一个分布和它的结构的形式 可能会有1.8公里左右的这样距离 我估计可能还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才能走出这个抛射物的这个分布范围里面去 我们才能走出这个抛射物的这个抛射物的这个抛射物